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困难,总是想着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人,最后却发现真正可以依靠的人只有自己。 大家好,我是阿易,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有趣又励志的剧情电影《我的唯一》。 当安安带着两个孩子离家的时候,所有人都觉得她很快就会回来,被她捉奸在床的丈夫,家中雇佣的保姆,甚至是自己的孩子。 没有人相信这个天真美丽的女人的决心。 一天之前,安还在海滨度假,但安仗着妻子还没有回来,和女演员私混。 她是个世俗意义上的艺术家,年轻时靠着写出《我的唯一》这首曲子一炮而轰,带着全家人实现了经济跨越,此后招风引迭,不过她一直将自己的风流式瞒得很好,可惜这次被安抓了个现行。 安安没有丝毫犹豫收拾了行李,然后去学校接走了两个孩子,期间面对丈夫的挽留从不低头。 她是个高傲的女人,虽不精通为人处事,却自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准则。 比如在常有男士的情况下,让女士开车是一种失礼的行为,即使再生气,也要注意进出房间的仪态。 虽然安表现得很坚决,但依旧有恃无恐。 她坚信过惯了讲究生活的妻子,很快就会受不住外面的苦回到自己身边。 平心而论,安并不是个合格的母亲,去学校接孩子时,她甚至不知道孩子们在哪上学。 单送的戒指被安毫不犹豫地丢下,然后她让二儿子乔治去买一辆车作为代步工具。 对金钱不敏感的安,象征性地讲了个价,让乔治对接下来的生活更加忧心。 她并不想离开纽约,但摊上这么一个食指不沾阳春水的母亲,还有一个敏感天真的哥哥,她也只好做出让步。 不过她怀疑这趟旅程不出一周就会结束。 离开纽约的第一站,他们去了波士顿,安打算带两个孩子去拜访自己的老朋友。 她生活在名为精致的牢笼里太久太久,想到未知的未来,第一想法还是找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 中途安遇到了曾经的追求者,沃利,对方如今已经是事业有成的大商人,曾经追求她不成时还闹过自杀。 如此一看,沃利也是个不错的对象。 她妆容精致前往赴约,沃利的目的却是向她借钱。 她的公司经营出了问题,濒临破产,急需一大笔现金周转。 在约会时,向一位淑女借钱实在是不合乎礼节。 但沃利顾不得这些了,情绪激动的她引来了旁人的注视。 安安赶到难堪,借口去厕所补妆,暂时离开。 回来却发现自己的手包被洗劫一空,卷走钱财的握力甚至吝啬到没有结账。 身无分文的安安陷入了与酒店的账单纠纷。 好在有一位男士,英雄救美,一切都好起来了。 安安与上校海伦迅速订婚,乔治却跟这个继父相看两眼。 对方喜欢在家庭聚餐时说教,还总是无缘无故挑自己的词。 他向哥哥罗比吐槽海伦的种种行为,觉得母亲这样做简直像疯了。 他也越发想念自己远在纽约的父亲。 打电话的一幕恰巧被海伦撞见,男人宣称袁安结婚后他就是一家之主。 就如同狗群中的领头,家里的所有人都要听他的。 还警告乔治不要试图挑战他一家之主的地位。 乔治没有反驳海伦,母亲和哥哥未来还要跟这个男人生活,他无意与他起冲突。 一日,安安带着两个孩子出门采购婚礼用品,路上却碰见了一群残疾儿童。 心底善良的母子三人将五百美金全部捐了出去,这样海伦勃然大怒。 他指责安安偷走了自己的五百美金。 乔治主动担过责任,说是自己的主意。 海伦立刻将矛头对准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。 维护儿子的安安被要求还回海伦赠予的珍珠项链,甚至差点遭到海伦的殴打。 此刻的海伦面向丑陋猙獰,哪有当初解围时风度翩翩的样子。 乔治急忙冲上去抱住海伦短暂制住她的行为。 安安一把将项链拽断扔回去,然后带着孩子离开。 经历了这样一番惊心动魄的打击,乔治本以为母亲会答应返回纽约。 谁料安这次竟然意外地固执。 这个女人对于背叛从不选择原谅,她决定带着两个孩子朝下一站出发。 罗比全权支持母亲的想法,放心不下的乔治只好继续留下来。 安知道他们所剩下的钱财不多,如果不快些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,他就要咽下骄傲打道回府了。 这次他们选择的住处狭小,简陋了很多,与停在门口的凯迪拉克很不匹配。 好车美女总是能吸引人的目光,来自陌生人的称赞让安很是开心。 现在他们的午餐已经变成了盒饭,安嘴硬地说一切都会好的,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没底。 但是他不想就这样低头原谅那个风流的丈夫。 罗比一向家人分享了一个好消息, 他马上就要在校舞台剧中担任主演,以此作为痞子宝生活的新开端似乎也不错。 美丽的女士总是更容易夺得青睐。 安受到了旧时奥利福的邀约去看戏,乔治则和出道此地遇到的女孩搭上了话。 女孩对于男女之间所谓爱情看得很清楚。 吐槽电影中演的来来去去都是大团圆结局。 毕竟1953年追求美国梦的人喜欢这样。 乔治却持有不同的看法,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母亲的想法意外一致,那就是生活向来总会变好的。 他有些天真的话语吸引了女孩的兴趣,暧昧的情感在狭小的车厢里发酵,但两人点到为止不曾继续。 安欣赏了一场很精彩的表演,天色一万,他打算与奥利福分别,对方的举动却开始越界。 不顾自己的意愿的强迫,让安感到愤怒。 为达到目的的奥利福也气急败坏,将安丢下了车。 乔治站在楼上远远观看却并未阻止,母亲天真了太久,让他长个记性也算好事。 手里的钱越来越少,安安迫不得已典当了一些祖母留下的首饰,然后他带着孩子们去参加老朋友查理的宴会。 这位曾经的追求者,如今对安的态度并不热切。 他的身边已经有了一位更加年轻的漂亮女士,两个女人都心知对方的目的。 查理客气地与安约定了叙旧的时间,只不过他并不觉得安会去。 本打算出门的乔治实在看不过安无用的努力,提醒母亲,查理身边已经有了一位家人。 显而易见,人老色衰的安安并没有竞争力,自然也未曾等到约好前来跳舞的查理。 毕竟没有男人会放着年轻漂亮的女人不要,选择一个上了年纪的黄脸婆。 乔治却找了父亲,希望对方能带自己回纽约。 之前丹与乔治一直有用明信片联系,安曾说过丹不会想要他的。 那时的乔治并不相信母亲的话,但事实证明,安比他更了解眼前的男人。 丹佐拉又扯地说着巡演的事宜,就是不提带儿次回纽约的事情。 乔治原本热切的心也冷了下来。 得知眼前的男人曾经给安寄过钱,却被原封不动退回来时,乔治居然也并不意外。 至少对于丹,安的脑子是清醒的。 他听不下去,父亲对母亲的贬低选择离开。 或许丹曾经爱过他和他的母亲,但现在的他,那种情感少得可怜。 花开两朵,等待很久的安安为了缓解尴尬,向旁边的男士搭话。 谁料对方却是位便衣侦探,误以为安是性工作者,将他逮捕进了警局。 别无选择的安安给丈夫打电话,寻求帮助。 对方却正在花天酒地,他心如死灰挂断了电话。 最终还是靠好心的邻居作证将他带了出来。 匹兹宝的日子带给安的只有难堪,回去后他让乔治收拾东西,打算离开这里。 失望的乔治觉得父亲就是个混蛋。 安却希望乔治明白,但依旧是爱他的。 他提起了一件旧事,乔治小时候有一次生病哭个不停,只有听到丹的乐声才会停下来。 那一晚丹吹了一整夜的丹黄馆,这真是出乎意料的事情。 乔治觉得或许还是可以对父亲抱一些期待。 离开时,乔治和那个女孩做了告别。 他们都心知,彼此是对方生活里的过客。 舞台剧排练到一半的罗比被劫走,他们这下是真的淡尽良绝了。 甚至穷到每天只能吃一顿饭,安决定带孩子们去姐姐家赞助。 安与姐姐的关系并不好,甚至说得上恶劣。 不过姐夫汤姆是个善良的老好人。 姐姐一向看不惯这个娇气傲慢的妹妹,安却全然无视了她的讽刺。 第二天就出门去咖啡店找了工作,不过这份工作很快就被她搞没了。 因为有客人凯游,被她泼了一杯热咖啡。 被开除的伤心比不上迫在眉睫的金钱压力,她很快去了另一家颜料店投递简历。 意外帮店员卖出了货物,这样她成功被录取,成为一名推销员。 颜料店的老板梅西对安一见钟情,称赞她的金发如此耀眼与美丽。 很快就向安求了婚。 母亲的生活似乎有了着落,两兄弟在圣路一丝也各有了新的机遇。 乔治撰写的文章得到了老师的赏识。 称赞她继续写下去,有拿普利策奖的潜力。 罗比也再次成为了新学校的舞台剧主演,只是她的运气一直不好。 之前因为母亲的缘故一直未曾真正演出,如今好不容易正式上场,表演却又因为天气原因被叫停。 姐姐对于好运气的安总是感到嫉妒。 永远光鲜亮丽被好运眷顾的妹妹,和普普通通循规蹈矩不被人注视的自己。 世界总是偏爱漂亮女人,就像安安有两个身体健康的孩子,自己想要一个却一直无法如愿。 众人相约出来野餐,梅西大方向乔治传授自己对于女人的了解。 女士们总是会为了保持美丽,选择鲜薄的衣物,只需要一件外套就能夺得她们的芳心。 这种言论不知为何让乔治有些发笑。 戏上,梅西举着酒杯向安诉说钟情。 一位不诉之客突然到来,对方竟然是梅西的妻子,玛丽。 直到拿到补偿时,安都觉得惊天的滑稽。 梅西的精神有问题,并且喜欢勾搭漂亮女人,两年内已经和至少七个女人订婚或求婚。 玛丽向安表达歉意,她喜欢梅西,自然也觉得梅西在安的心里也很重要。 不过安安并不爱这个男人,她并不明白玛丽为什么会爱这样一个人, 或许是因为车窗降下时对方披上了那件外套。 差点被骗婚的糟糕遭遇,让安决心离开圣路一丝。 罗比有演戏的天赋,位于加州的好莱坞,是个不错的目的地。 乔治这次却坚持要留下,她已经征得了姨母的同意,母亲的权威不再起作用。 乔治质问安是否知道自己最喜欢的书籍与颜色。 安回答不上来只能乱猜。 将近四个月的奔波,安除了无用的努力,什么也没做。 毫不客气地说,她本就是个废物美人。 除了对孩子的爱是纯粹的,几乎找不出别的优点。 乔治那句糟糕透顶的妈妈伤透了安的心,她甩了乔治一巴掌,开车带着罗比离开了。 背后乔治一直站在门口,等着母亲回头,她等着她开回来将自己拽进车里,可她又一次嘀咕了她。 分开后的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难以适应,乔治有和罗比联系,知道母亲他们如今靠搭便车挣钱。 两人在路上遇到一对同样去往加州的情侣,女人称赞罗比,兼具双性特质的气质,很特殊,说不定会在好莱坞大展圈角。 男人却突然要求停车,然后掏出了一把刀子,挟持了安要抢劫财物。 一向柔弱敏感的罗比,却出乎意料地勇敢起来,用安当初带走的手枪,逼退了抢劫犯。 两人以为女人是被欺骗的无辜者带上了她,对方却趁他们不注意偷走了所有财物。 女人实际上和抢劫犯是一伙的,现在他们身无分文了。 罗比打电话向乔治吐槽方才的经历,姨父汤姆提出可以将安留下的钱寄一些过去。 意外得知此事的乔治感到难以置信,他一直以为姨母同意自己留下是出于亲情,却未曾想背后竟也关乎利益。 而那一夜投也不回的母亲,背后竟然为自己做了这么多。 乔治无心在听姨母为自己辩解,从姨父手中拿走了那份钱,去和落魄的家人会合。 安的脸上露出了笑,一家人朝着孟志诚进发。 距离他们离开纽约已经大半年了,但从未想过妻子竟然能倔强到如此地步,最开始的信心也不复存在。 他一直有和乔治联系,大概清楚三人组的前进路线,也曾前往他们在匹兹堡的下榻处寻找,只是恰好错过。 这次他追来了洛杉矶,大半年的奔波无损安的美丽,只是让他变得相比以前成熟了很多。 丹希望安能带上孩子和自己回去,直至如今他都觉得这不过是安的小实验,只是安拒绝了。 他或许还爱着眼前的男人,但他已经不再需要他了,这番话让丹清楚他们再也回不到从前。 很久之后他就知道自己的妻子迷人且美丽,他无法失去他,他做错了事也得到了惩罚。 安注意到街上派发的招聘传单,带着孩子们去了剧组当群演,他成功为罗比争取到了上大荧幕的机会。 乔治有一瞬间觉得安终究是对的,一切都会变好,熟料他当初那句直到洛杉矶一以成成,回到纽约的丹心脏病突发去世。 那一晚他扶在母亲怀里,实声痛哭。 乔治离开了洛杉矶,他赢下了和母亲的这场战争,只是方式负他所愿。 罗比的演技并不好,他虽一直担任学校舞台剧的主角,却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上场。 导演多次叫停,让他的压力越来越大,安不想给儿子施加压力,向外走去。 罗比手足无措,却突然见到了本该在纽约的兄弟,他向乔治求救,觉得自己太差劲了,乔治安慰他并亲身做了示范。 意料之外的,乔治在演戏上的天赋十分惊艳。 回来的安安于舞台上的乔治对上目光,他看着母亲,说这里才是他的归宿,他将不会再离开。 后来乔治和剧组签了约,罗比伤心了没多久就很快转行了,毕竟他只是喜欢那些戏服。 安安依旧追求着如云却不曾结婚,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在寻找依靠, 后来发现,只靠自己也能过得很好。 看电影时,心总是选着,那么那么多的机会里,安安都可能从此走上一条岔路。 且不说那么多次的绝望和打击,但就酒店里误被抓捕那一次,就足以让大多数人崩溃堕落。 但他以一位女士的高贵优雅撑了过来,他不曾因为生活的压力就向背叛的丈夫妥协,不会因为孩子的恳求就改变自己的想法。 他不是一个多么多么出色的人,会忽视自己的孩子,性格也有些天真,面对生活却出乎意料的坚韧。 他靠着莫大的坚强把孩子们带入了happy ending,也正如他在影片中所展现的,当你面对生活的坍塌,也应保留自己的坚持。 坚持一切都会变好,而非如他人期待一般活着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,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。